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歡迎大家收聽封人員 我是Johnny 我是比亞 放假很多Happy 大餐 放假很久了 我忘了放假是多久之前 好像很久之前 今個月之後又要等好才回答 對 通常十一二月都是最無價放的日子 香港也是 這裡也是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放假那一關 不過在講這個主題之前 我們想尋人吧 還有一個呼籲 今天是2017年12月17日 出街的日子是10月19日 但今天是10月17日 今天在U of T Downtown Campus 就在不同的地方都有香港獨立的圖片 圖片其實有些簡陋的 其實就是一張白紙印了香港獨立四個字 是不是有香港independence 是的 由於英文 它的細字是請支持香港獨立 多謝 英文就有 Please support 通過U of T也有不同的位置貼了這張圖片 想尋人吧 如果你是responsible for這個poster 如果你是你貼的或者你認識的人貼的 就麻煩你聯絡這個香港研究社 U of T香港研究社 即是Facebook 你Facebook那裡搜尋香港研究社就找到了 不是清算你 是的 我們想找你 幫忙 認識一下你 就叫做收納做我們的會員 即是認識一下 認識一下你 因為我們在這個光榮的漫長戰爭裡 都要有戰友 還有你不是學生也不要緊 是 你是阿叔阿板 認識一下你 最重要 如果是美女就更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OK 你當了嗎 就是這樣的 即是既然這個poster這張圖片 他願意花時間 花資源去print這些東西 花腳力 對 花腳力 周圍走去釘上去 即是你已經做到這一步了 還要花給大陸人挑機 對 給他們挑機 撕走 即是你貼的那張圖片 如果大陸人看到你 你都背了你的身體 是的 即是你肯出這個risse 其實都已經代表到你 是 都肯出一些 是 很有心做這件事 我們就是很想找一些有心的人 一起去合作 即是雖然我們未必支持香港獨立 但是你肯做這些事情 政治江浦和我們相近的嗎 是的 都可以 只是聊聊天而已 認識一下 看看有什麼空間 OK好 說回今天的題目 是的 為什麼我們剛才說放假呢 因為我們放假多數吃大餐 對嗎 吃大餐一定有東西送的 有飲品的 是 酒水 酒水 肯定 酒又不可以喝得很多很多很多 不喝酒喝別的 多數是汽水 是的 其實今天外國的汽水通常都很便宜 是的 你要說回Johnny要說回那個例子 是的 那次買汽水 你在哪裡買的 我在Nofills買 OK Nofills也是便宜 對 也算是便宜 就是Nofills Price Shopper 夏蘭野一定是便宜的 然後去到Nofills買汽水 然後很多人要喝東西 如果是宴客 請很多人上來 那我就在看有什麼是又便宜又多人喝 是 其實我每次在家弄東西都是買汽水 在家弄東西 是的 在家弄大餐都是買汽水的 因為又便宜又可以 多人喝 多人可以喝 是的 就是你買到很多罐 還有你又不用買杯 你一罐罐 是的 又不用洗 是最方便的 我專注在食物上 喝東西就 隨便 隨便 那我就看了 然後之後 其實我一向都是 我一向都是目標的 一大匹 12罐 18罐 那些 其實通常 買的都是一次過買12罐 超市買的就很便宜 為什麼你買了18罐 我不知道 那次我打算喉到12罐 那是Pepsi 然後走著走著走著 我已經拿著12罐 然後走著走著 18罐同樣價錢 對 少有 18罐 然後就買了18罐 然後就買了18罐 然後就是 那 我用這件事來講 其實就跟這個 你還沒說多少錢 還沒說多少錢 我忘了三個四個幾 總之就是 便宜一杯咖啡 總之就是 對比很好 便宜一杯咖啡 你去Starbucks買一杯咖啡 都是什麼的 都已經不止這個價錢 因為加拿大人很喜歡 每天都買一杯咖啡 你想想買一杯咖啡多少 250ml 300ml 對嗎 一個杯 看看你什麼尺寸 250ml就是什麼 就是一杯的容量 就算最小也多 那你一罐可樂是不是350ml 一罐可樂是 那就是18罐 對 你講Volum 當然是沒有那麼多 但是你講 你比水便宜 對 假設你每天喝咖啡 咖啡裡面的糖 我猜不會 我當然 就是你comparable 做一罐汽水 我只是講 可樂是很便宜 汽水是很便宜 很便宜 你講真的 如果你一天喝的咖啡 把它轉為可樂 你一年省多少錢 嗯 真的 假設你就算去買便宜 買Tim Horton 一杯小杯 你也肯定便宜 那些 所以我不喝咖啡 我也不喝咖啡 我不喝是另一個原因 我自己受不了 但是 就是 都什麼 你喝 你可以想像一下 這個時候的對比是幾個澎湯 一杯咖啡 就是兩杯都是平民的 但是它兩個的價錢可以差這麼遠 差很遠 一杯咖啡的價錢 還有你十八罐汽水的價錢 是可以差很多 很簡單 便宜的水 還有就是 你想像一下 那些人在餐廳那裡 兩個半一罐汽水 是啊 就算你是汽水機 一元一罐汽水 你也想像到 究竟它中間的餐額是賺多少 還有就是它的成本 還有你也可以想像一下 既然它可以 三個幾四元 賣十八罐汽水 它一罐汽水 它整個成本是多少 不是 有這麼說的 它們一定是這麼低所有的東西 就是它們的製造出的 出的是本地的 因為你水是很難運沖的 你液體運沖 所以它們是很… 要收很多資源的 通常它們都是 supply一些 就是那些 粉啊 還是不知道怎樣 concentrated 然後去到 去到當地 就開回水 然後就進去 可樂不是的 可樂是怎樣的 可樂是… 當然有粉 但是有糖漿 其實它也是… 不可以說原材料這樣做出來 但是它的糖漿 它不是開粉 混合一罐可樂出來的 當然 但是它一定是壓低所有的價錢 但是你可以想像到一罐汽水的成本價是可以有多低 是 極低 就是它是這樣做 它還可以賺到錢 還要是可樂是在加拿大做的 就是任何國家都是在自己國家做的 你看它加拿大這麼高人工 它都可以做到這麼低 可惜而言之 它的材料究竟是有多便宜 OK 那今天其實想說些什麼呢 今天呢 就… 我想… 我想這件事都挺爭議性的 就是糖稅 sugar tax 其實大家可能對糖稅可能是有點陌生 sugar其實… 這個糖稅其實不是針對糖的 是針對飲品的 即是有加了糖的飲品 它原意不是這樣 它原意是針對… 它叫做 added sugar 是的 那特別是飲品 那為什麼呢 是因為飲品這個形態呢 是很容易地吸收很多糖 有幾個原因的 第一個就是它… 那些人口渴喝東西 那喝水很寡的 有些人喝咖啡 那些人不想喝咖啡 或者想喝其他東西 或者小孩子 他們喜歡喝果汁 喝汽水 果汁其實… 就算它寫著先榨那些 它都加糖 全部都是加糖 全部都是 from concentrate 就是not from concentrate 都不要相信它 因為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 即是… 它可能它的con concentrate 不是粉 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將它的水果 你由橙地那裡先榨 或從橙地那裡運送過來 然後炸 即是你不可以保持那麼久 就算是要保持那麼久 它的成本一定是太低 一定是太高的 而且剛才所說的 這些… 假設是橙汁 不要說是汽水 汽水有個很不好的印象 就算是橙汁、果汁、果汁 那些果汁都好 他們都一定是 from concentrate 因為你將它 concentrate 你運去它的目的地 再在那裡加水 然後沖回飲品 它減低的成本 是可以減很多的 即是… 假設可能是… 假設它真的… 那些橙汁真的從加州到來 即是加州橙汁 即是加州橙汁 那它… 假設在那裡摘完下來 你將橙或是你將橙炸汁之後 運去它的目的地 運去它的賣的地方 一來那些橙 如果是運橙或是橙汁的話 橙汁更加壞 因為橙汁很快爛 橙汁其實也不能放到很久 那你去到全部爛掉的話 你都已經賣到錢了 而如果你將它… 假設真的這麼好心 它將它… 即是炸成醬汁 然後再加重量 其實如果你將它炸成醬汁 然後再… 即是可能高溫消毒 等等 它能保持久一點 那些橙汁是沒有了的 因為它們那個是很容易被熱力去… 破壞了那個味道 所以它就另外再加一些橙的味道 所以你在超市買到的橙汁 完全不是橙 一來那些橙味不是橙 二來它可能就是重量 即是糖水 所以那些也不一定 是啊 但是這個糖水 暫時只是針對這個汽水 那我可以… 大家可能對這個陌生 但其實很多國家已經實施了 包括美國某些地方 Soft drink Soft drink Soft drink的話 有很多那些 Minute Maid 那些不可以說Soft drink Nasty Ice tea那些不可以說Soft drink 可不可以呢 我也是 Nasty也是 不過這些計法 又是很主觀的 即是它又不是計算多少糖 就要收很多水 這些都是很主觀的 那墨西哥 我先說墨西哥 那為什麼我講墨西哥 因為我去過墨西哥 而墨西哥的痴肥屈 其實是世界知名的 那為什麼呢 是因為墨西哥和糖水 為什麼墨西哥和糖水 一說墨西哥 就是因為墨西哥是一個很乾的國家 對不對 也不是一個很發達的國家 拿乾淨的水 其實是有點困難的 就算在墨西哥市 它大部分屋都沒有所謂自來水 因為我們開水後有水 很多水壓 但是墨西哥多數的屋 它是有大水箱 然後供水的率是很低的 它一直有大水箱 慢慢漏水下去 你不是試一下也要用水 是不是 那你不要狂用水 要狂用水嗎 你用了水箱的水嗎 那就GG了 當然沒有水 所以他們那些人 因為可樂 或者很多汽水很便宜的關係 他們那些人喝汽水 都是喝水 因為很便宜 再加上當地很多人都很窮 他們吃東西不會吃得很有營養 不會吃得特別好吃 那糖是某種程度上是一個… 增味劑 增味劑 讓他們的東西比較好吃 這些東西比較好吃 而且對美國真的比較高一點 是嗎 是嗎 亢奮一點 這是毒品 可以這樣說嗎 其實它不是一個精神毒品 它不會上腦的 是 但是因為腦子完全是靠培鑼糖 去維持它的能量 那你吸食得多的話 它進入血管後 供養給腦部的能量便多了 這個人便亢奮了 是 所以在墨西哥 就很多癡肥的人 極多糖尿病 是 可能全世界數一數二多糖尿病的國家 所以這個是一個國家的crisis 應該是國家的危機 這個是什麼 一個epidemic 是啊 epidemic 2013年就弄了這個糖稅 他就發覺這個汽水的銷量 就跌了兩位數字 十幾二十%左右 但其實 其實它 究竟它的癡肥屈有沒有低到呢 那 就 暫時沒有 沒有數據 因為這個數字太新了 是啊 那他猜 他猜就 可能少十幾萬單的 我覺得不會 實際會少了 實際會少了 但是 你要一個 是不是很重要呢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會是很重要的 但是問題是 那些人喝少了糖 那他們會轉向什麼呢 就是會多喝了其他什麼呢 就是別的問題 因為你始終水的供應 始終都不夠 它也是不夠 沒錯 那你喝少了汽水 那你一定要有東西去搭配 就是人人不可以沒有水 這個基本 對 對 我就奇怪 如果他是這樣的話 可能真的少了 他會喝其他東西 真的 那 墨西哥這個國家 都很難做這麼 如何說 就是這麼厲害 對 你要看其他影響 對 還有這個也是另一個問題 就是 墨西哥有糖稅這個實施的狀況 和你在美國有糖稅 或者英國一些比較發達的國家 實施糖稅 其實是兩回事 因為在一些比較發達的國家 他不喝可樂 他可以喝其他東西 當然是比例上 都有點窮 還有喝水也很方便 對 喝水也很方便 因為在一些發達國家 其實水流水可以喝 可以 但是墨西哥水流水不能喝 你不要濟 可能是黃色的 所以 墨西哥這個問題 英國在2016年也加了糖稅 美國有些地方 Berkeley、California這些左膠 最蓄意 那些左膠的地方就加了糖稅 但是那些人可能也少喝好少 因為他們本身都是高收入地區 當然 他們不需要 他們偶爾喝是作為一個 是一個選擇 我覺得他們可能也少喝 他們會覺得 躲下萬惡的資本小儀 剝削那些 就算他們不是這樣想 就是他們那些 又是素食者 又是玩瑜伽的人 那些 我類型的左膠都會什麼 都會不喜歡喝喝 因為 化學東西 所以我也是這樣想 我想你某程度上也是這樣想的 我會這樣想 但我不會用化學東西 這個世界有什麼不是化學東西 你放在頭上有什麼不是化學東西 就算是天然的東西 都是有化學成份 那些維吾是很虛偽的 不過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naturalistic fallacy 就是有些人以為天然的一定好 一來很多不好的東西都是天然 很多毒的東西 即口落鷹都是天然 你拿去吃掉它 學鼎紅也是天然的 你知道學鼎紅嗎 算了 好 很多不好的東西都是天然 但是很多 對 以前有些什麼不是天然 為什麼有這麼多人死 對 二來就是 不是所有人做的東西 我想他們所說的化學東西 所謂的化學東西 就是一些 人造 artificial的化學物質 那些也不一定是差的 因為 反而在那些 如果你要吸引人體 你是要經過很多重的品質碘症 要經過很多重的trial 很多臨床驗證 去知道它沒事 才可以推出市面 這個 可能在普通消費品裡面 會規管都沒有那麼嚴 但是藥物來講 一定是很嚴格的 無論是在那裡做了一個新的藥物出來 一定是要經過很多重的臨床驗 要證明到它是安全的 才可以推出來給人吃 所以 反而天然的東西就沒有這個規管 所以你其實想一下 你反而天然的東西可能更危險 沒有啊 所以其實 你知道為什麼唐人不會吃生的菜嗎 對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龍 它有很多菌 有很多蟲 我們拿屎去施肥 對 就是這麼簡單 它表面有很多菌 那當然 你在農場上 有很多不同的生物 會經過 那當然有很多菌 其實綠菜是一個平衡 其實綠菜是一個平衡 其實綠菜太久 它是會沒有營養 一來沒有營養 二來它沒有營養 被營養 好像被熱力破壞 但是二來你又要消毒 所以其實最好 我建議綠菜不用錠太久 你拿錠外面 領錠外面 就是受熱 因為很多菌 其實都是黏在那裡 你看一輯的 你錠到太黃 其實你綠菜 錠久了 因為其實很多菌 那些不好的東西 都是黏在外面 一來其實你轉錢 洗一洗它 之後你錠 我看你錠30秒一分鐘 已經夠了 不用錠太久 OK 有一次一會兒 請收睇星期五晚上十點鐘 香港風情 回來封人短第二節 第二節 我們今個禮拜 今集就說糖稅 其實糖稅 剛才沒有說得很清楚 糖稅是加在什麼呢 對 對 在消費者角度是有什麼分別呢 對 很簡單 在消費者角度 例如你買一罐可樂 就貴了 是 它可以有兩個方法去實施 第一個就是 你買的時候 就要加多個稅 就好像入油一樣 你知道入油有入油的稅 對 就好像這樣 另外一個就是 它直接加到生產商裡 譬如可樂可樂 就加到可樂可樂 但是在最後 你加到可樂可樂 其實它都會弄貴了那個可樂 所以在最後都是消費者自己 自己扯了 對 它就說 加了這個稅 有兩個效果 一個就是 三個效果 一個就是 那些人會減少了去喝這些 所謂高糖分的飲品 另一個效果就是 這些生產商 會將他們的糖分降低 這樣會少些稅 對嗎 第三個效果就是 收到這些稅 可以拿來 當然它說 它說會拿來去 醫治糖的病 嗯 OK 好 OK 那這些是它說的 政府這樣說 或他們的努力群這樣說 那是否真的會這樣實施 是否真的會有這樣的效果呢 就 未必 還有我覺得 你不一定 就是不要特地 只是糖尿餅 因為有糖的飲品 其實我可能再說一下 在人體體內有些什麼 是 很多人都誤解了 其實糖在體內發生什麼事 是 剛才說到就是 其實我寧願它用 原則用在糖尿病上 其實全部用在醫療上 我想它也有的 就是你用在整個醫療上 就是你用在整個醫療上 為什麼呢 其實糖可能現在會有些技術 我都盡量 我都盡量 不如我給我說一下 糖有什麼分別 OK 糖就是糖 稍後Johnny會講一些比較技術 就是化學上有什麼分別 糖呢 就是你看到砂糖 跟飲品的糖是不同的 砂糖是由甘蔗去提名 Cane sugar 但是飲品裡面的糖 很多時候食品裡面的糖 是用一種叫做 High Fructose Corn Syrup 是 葡萄糖漿 是 那為什麼是用 Fructose 什麼葡萄糖 我不太知道 我不知道 不知道中文 先讀書 粟米糖漿 那為什麼粟米糖漿 就是會加粟米糖漿 instead of甘蔗的糖 原因是因為便宜 為什麼便宜呢 是因為美國政府 是大量地資助粟米農夫 就是種粟米農夫 要是他們想給他們 一直都有工作 OK 所以粟米是很便宜的 粟米糖也很便宜 就是它的產品 所以這些生產商 就大量地用這個粟米糖漿 你有沒有聽過Mexicola Mexicola Mexicola 墨西哥的可樂 那些人在西哥的可樂 比美國的可樂 好喝 因為墨西哥的可樂 不是用這種所謂的糖漿 就是這樣說 我沒有喝過 你下次應該去試一下 下次去試一下 就是這樣 以前的糖是很貴的 它只是發展了工業上的提面糖才是很便宜 所以就反難了 其實糖是一個很 如果說回剛才是自然 不自然的那個說法 其實糖本身是一個 要經過很多重加工才拿到的調味品 就算自然地做出來也有很多工序 白砂糖是要經過很多工序 就算是黃糖也有很多工序 你不像鹽 你不像其他調味料 即是很容易加鹽 對 加鹽 即是加其他東西 其他調味料 例如胡椒粉 還有什麼 胡椒粉是最容易的 其他香料 其實全部都是比較天然的 即是你其實那個工序 提煉工序不太多 但糖是要經過很多重提煉 才可以得到最後白砂糖的一個調味品 所以其實是比較近期才有大量生產炭 因為是要經過工業革命之後 才開始有大量糖的製作 而其實糖在人體裡面的一些反應 一些健康影響 其實都是近期 很多都是近期才慢慢慢慢 越來越多研究去講 近期可能是這個世紀多久 即是上十九年 是否因為這個世紀才開始大量食糖 對 二十世紀 二十世紀 開始才慢慢慢慢有研究 是的 解釋是吃糖 那些人又說是吃借糖 還是怎樣 很多人會覺得 很多糖跟糖有什麼分別 其實吃下肚是沒有分別的 在某程度上 因為糖 如果你就這樣吃 可能是甜品 即是就這樣加糖 或者是飲糖的飲品 就是汽水等等 其實那些我們叫做 low glycemic index 我做過很多研究關於解釋的 因為學校原因 我都算是某程度上是一個專業意見 對於這件事我是一個專家 就是這個literally不是說笑的 你真的可以說的 我真的有證明的 而且我是賣重保險的 如果我說錯了 我又可以有保險賠回 是 professional liability 我可以說 人體這樣吃這個糖 吃完糖 或者吃完任何碳水化物 即是我說的糖 現在我用的糖 只是用酒字補充的糖 酒字補充的糖 其實就是代表碳水化物 就是carbs 這些糖分吸收了人體 即你的人體就會消化 那消化其實最後就是化成一些單糖 即是一些叫monosaccharide OK 那是些什麼來的 我都不去特別解釋 讀Canvan就會知道 入到人體內的消化 消化完之後就吸收了 其實glycemic index是升糖指數 升糖指數就是 吃完一樣碳水化物之後 它令到你身體的糖分升得多快 碳水化物是否包括所有的 澱粉質 糖 真的糖 你吃麵包 飯 根本上你吃東西都是分 其實我不知道 我就是 我吃東西是 如果我講了均衡飲食 代表碳水化物 蛋白質 纖維 纖維 菜 它們之間的ratio 那碳水化物 我沒有人不知道什麼是碳水化物 就是你吃麵 吃飯 就是炭水化物 即是你吃完這些 吃了肚子 它們分解 分解之後 吸收得多快 令到你身體的血糖升得多快 這個就是它的glycemic index 那麼 加拿大糖尿病協會 Diabetes Canada 其實就建議吃一些低升糖指數的食物 即是代表你吃完肚子 它身體的血糖升得慢一點 即是消化得久一點 消化得久一點 有些什麼食物是這樣的 例如麥包 麥包 麥包其實也是中等 如果是很低的那些 就是全麥 全麥 或者一些multi grain mixed grain whole grain 那些 全麥的意思就是 它那個麥 因為麥 你提煉了 它裡面 是不是變成殼那種 對 就是有殼 你把它的殼都磨了 因為殼裡面其實有很多營養的 有很多纖維的 而如果白麵包 即是提煉過 是將那些外殼全部拿走 那它就沒有了它的纖維 沒有了它的營養 所以其實白麵包 是很不健康的 不要吃白麵包 我都不吃白麵包 那些 whole grain 這些 還有麥皮 麥皮也是很好的 一些低黎小命 index 麥皮是brand brand 還有 還有 其實 番薯那些都是低升糖指數 番薯和 還有番薯有很多纖維 對 我這個稍後再講 就是跟纖維有關 就是番薯 還有糊 糊 糊絕對是 糊很有營養 很有營養 有蛋白質 也有低升糖指數的炭水化物 中等有什麼 中等有whole wheat的麵包 我剛才說的是100% ground whole wheat 現在就這樣說的就是這個普通好 wheat 可能在焦糖市場買到啡色的麵包 其實那些就不是ground也很好的 所以就沒有至於那麼低 還有什麼呢 還有rye bread peter bread ok kinwa cuscus 那些都是中等的升糖指數 是 即是不是super food 不要 不算很super 但也很貴 都好的 麥皮很便宜 但是很有營養 Oat milk 麥皮不是Oat milk 麥皮不是Oat milk 不過現在很多人都做麥皮 都亂了 還有這個basmati rice 即是那些什麼 印度香米 香米 長的米 這個都是中等的 brown rice 即是草米 還有其他 其實你自己去Diabetes Canada找到 你搜尋Glycemic index 那最邪惡那些 即是最高的Glycemic index 就是什麼 就是所有甜品都已經是 所有糖水 糖水當然是汽水那些 有糖粉的飲品 真的糖水也是 真的糖水也是 當然 白麵包 白米 就是我不明白為什麼 那些人喜歡吃飯 就是吃白米 其實這個食物很邪惡 所以 因為文化上不同 文化上 當然 以前很難吸收 以前反而想吸收得多些 因為他們吸收得太少 但現在那些人吃太多飯 即是現在流行吃草米 對 吃草米其實很多 還有什麼 薯仔 薯仔很美味 很高升頭指數 所以不要吃那麼多薯仔 吃多些番薯 對 還有其他零食 那些就不用說了 薯仔餅 薯仔 薯仔 那些一定是高升糖指數 對 那講那麼多這些 其實 為什麼有些會令糖分升得快些 為什麼有些會低些 其實跟裡面的纖維有關 為什麼我們要吃那麼多纖維 OK 纖維其實分兩種的 這個水溶性纖維 還有筆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insoluble fiber 是 那 soluble fiber 它就是 insoluble fiber 就是我們平時會 associated 這個纖維 就是纖維通常吃得多 你第一個想起是什麼 菜 不是 就是你纖維吃得多 它有什麼好處 我試我都會長順 我試我都會長順 就是防止便秘 這個就是insoluble fiber的功能 為什麼 因為它是令到它那個 是不是刮走你的腸裡面 不是 它是令到你吃完東西消化 剩下那個東西 就是那個是 還沒落到直腸 即是還沒成為糞便 但是在你的腸裡蠕動的時候 那些東西 因為纖維吸水 insoluble fiber 因為它是insoluble 所以它吸了很多水 ok 那它吸了很多水 它就令到那個東西漲得很大 噢 那你的身體很快點排出 你的身體其實是一個機制的 即是它裡面的東西越大 它會反彈的 你將它推得越開 它身體就越反彈 是有一個 在身體裡面 真的有一個mechanism 是可以做出這件事 是sense 到它有多少 然後它反彈回來 不是普通 不是就這樣彈弓的原理 是有很多背後的一些 就是 很複雜的 很複雜 很複雜的 總之就是它可以sense 你推它幾多 然後把它推回去 那你 那東西越大 但是呢 腸道的餘動就越好 嗯 就越暢順 所以就複雜得越多 嗯 複雜得越順 嗯 另一種就是水溶性纖維 水溶性纖維我也經常聽 就是 貴格意物片 很多人都說水溶性纖維 是的 所以性纖維是什麼呢 就是 它是 反而在你的體內 它會形成一層膜的 嗯 就是你吃東西的時候 它會在腸位吸收的時候 因為纖維是什麼 是polymer 是 polymer 是一個很特別的 一個 一樣 東西 它喜歡做什麼 它喜歡吸水 是 它喜歡吸水 是 而 這些水溶性纖維 它吸了水之後 它是會 變成一個gel 嗯 但是水溶性纖維是有什麼 有什麼 有什麼食物有 嗯 其實 我想 這個我又不是 不是說很清楚 總之有纖維的食物 就兩樣都有 是的 水果其實多水溶性纖維 OK 而且 燃麥片那些都很多 就是麥皮那些都很多水溶性纖維 我想菜那些就應該是多不 就是insoluble fiber 是 那水果就是假設你吃蘋果 你聽到一些人說 吃蘋果有很多糖 吃橙有很多糖 但是這些糖不同 你喝汽水的糖 因為這些糖你吸收得慢一點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這些水溶性纖維 是 是 soluble的意思就是它很吸水 是 就是它吸水吸得很厲害 是 而它吸完水之後呢 它不會變成 就是它不會 它會令到水的那個 viscosity 嗯 它會令到它流慢了 黏性 是的 令它更多黏性 是 那麼去到一個位置 它黏性其實它 如果你夠多的話 它會成為一個啫喱狀 嗯 那啫喱狀是能夠 就是它仍然是能夠 令一些氧粉可以穿過去 嗯 但是就穿得慢一點 就是令到你吸收得慢一點 是 那麼如果你把糖分吸收得慢一點 你身體升糖升得慢一點 嗯 其實有兩種作用 一種就是令到 因為你腸道有很多細菌 是 那些細菌是幫你消化的 是 它一來它會令到它那個腸道裡面的細菌 多一點時間消化糖分 嗯 令到它吸收得沒那麼快 或者它分解了一些糖分 令到它沒有那麼容易影響到你身體裡面的血糖 二來就是它 mechanically 它令到你真的吸收得慢一點 是 那麼它就令到你身體升糖也沒那麼快 是 喂 這樣這個糖碎 它是 如果是用一個 純粹是糖分的成分 來定這個糖碎 其實有些是不公平的 就是這樣說 Depends 因為其實說真的 你外面買到的飲品 不是 不止飲品 吃東西 因為有些人想加起來 吃東西 吃東西你沒可能 除非你是拿甜品來吃 就是可能Cupcake 那些什麼Cake 還有那些什麼 就是加很多糖的餅乾 或者巧克力那些加很多糖 那些其實是沒有纖維的 是 所以其實跟你喝杯 就是你拍的Colacola其實差不多 沒有差別 因為它都是High Glycemic Index 是 但是如果你說想聽三個的那些 那些就 噢 其實這也是變成一些比較主觀的 其實它是可以量度的 是可以量度的 是可以量度的 其實如果是這樣的話 它應該也會訊息白飯 是啊 什麼限家 其實是訊息白米 它有些國家是想 不如我們不止汽水 我們訊息巧克力 什麼 如果你訊息巧克力 你給我訊息白米 如果你訊息完的話 我超開心 因為我是完全不認可 不建議那些人吃白米 因為完全是 雖然我來自一個 一個叫做 南方 中國 南部的家庭 很傳統的 大家喜歡吃飯 是 我也不喜歡吃飯 我喜歡吃麵多些 我喜歡吃意粉 或者意粉 我喜歡吃 我喜歡吃薯仔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鬼摩圍 鬼摩圍 我喜歡吃薯仔 Anyway 其實如果你要訊息這些 麻煩你訊息白米 或者訊息其他高升學指數的食物 不過這個又不會 你要教育一下他們 你要教育一下他們 讓他們知道其實兩樣東西是一樣的 白麵包 就是訊息 是啊 很容易济 되你討 learned 讀提的 就是你吃過之前 讀你血糖 叫你慢慢看 於是 electromagnetic 這樣是最容易 因為血糖是анс的 我以為是以某些化學成分 當然可 沒有辦法 你 Rocket 最後其實是想知道 因為你身體之後有甚麼影響 你就直接拿回 Prab WOW 最準確 我給課學 dive 知識的聽眾 這些是不是叫empirical 不是一個analytical 我們叫 或者醫學上叫clinical trial 就是直接是臨床 拿個人來當 因為最後你的end point 你只是想知道在人有什麼效果 那你直接拿個人來當就已經是最準確 最知道了 所以其實這些 你那個outcome是選什麼呢 是很直接去影響到他那個applicable 而這個clinical unit 其實是直接拿人的血糖來當 所以一定是最準確的 我們說到糖水 你的糖水其實是覺得他很白癡的 你會覺得其實不是一個價錢的問題 我覺得是 這個又是另一個問題 你會拘捕到很多方面 因為剛才你說墨西哥 是因為那些人 他們低收入 其實說真的 在加拿大 或者在任何已發展國家 開發國家 他們很多人 痴肥 或者因為喝糖水而痴肥的 那個population 很多都是因為低收入 低收入 沒錯 因為你在這裡 你很容易 access到 一些有糖分的飲品 而同時間 你在一個urban city 或者urban country 你一定是有些低收入的人 而他們那些人 對於這些有糖分的飲品 對於他們是很attractive的 所以他們才是 吸收最多 他們才是喝得最多 才是最容易被痴肥的問題 反而其他階級他們是喝少了 其實很久之前我都說過 人的健康是完全 跟他們收入是有很大的關係 你收入越高的話 你就越健康 這個是general trend 如果你拿回全部人的健康的比例 或者他健康那個 拿一個東西去量度健康 或者你拿血糖來量度 你高血糖的人 一定是低收入的人 那個trend一定是這樣的 因為你低收入的人 他們沒有那麼多時間 沒有那麼多錢去主顧自己的健康 他們經常喝完這些糖水 容易也不就有蝦 又便宜 又好喝又便宜 你高收入的人 你可以選擇其他東西 可以選擇其他好喝一些 或者健康一點的東西 他們覺得健康一點的東西 對 不算Fiber 他可以選擇 可以選擇健康一點的東西 他就不一定要喝那些汽水 他就自然會 你的血糖也不太高 那這個糖水這個問題 其實是不是比較太專注了某個問題上 他把所有人放在一起 即是他以為 可能加拿大有10%的人是瘋肥的 其實我也忘了真正是多少 十幾 男女不同 假如加拿大人 假如10%的人是瘋肥的 他就承認 無論是不理種族 不理收入 不理文化 全部人都是 每個群人都是10%的 這樣你加一個財產當然是沒問題的 但如果他其實是低7%的人才是多些人 或者其實他是低7%的人 那你加糖稅 那你會很大影響 因為他們本身是低7%的人 你還要加重他們的經濟負擔 那他就更少資源去照顧自己的健康 而他真的會照顧買的 也有些人會照顧買的 其實到最後你無法解決自肥的問題 或者你增加了他們的經濟負擔 和他們的健康負擔 你最後是沒有解決根源性的問題 所以這個要想想的 要做多研究 不是說我們自肥 糖稅搞定 其實你這樣做你也是滿足選民 滿足選民 我們有個方案 糖稅搞定 小人負責你水 小人負責你水 負責之後下一屆就負責你 選民有白痴 政客有白痴 沒辦法 就是教育問題 在最後都是教育問題 這集就到這裡 下集再見 我今天走到這裡 下集再見 從這裡 被人所深入